太后 用寿宫来报信 说是令妃平安生下了十六阿阁 皇上赐名永泉 令妃挺能生的 找规矩赏她 是 照旧十六阿阁 送去寿康宫由太妃抚养 令妃得宠 皇上未必肯呢 十五阿阁不都留下来了吗 十五阿阁留在永寿宫 是令妃侥幸 十六阿阁 还是按前头的规矩来 不然令妃也太得意了 是 奴婢这就去吧 令妃接连圣玉 远胜纯惠皇贵妃当年 你这皇后膝下唯有一子 未免太寂寞了些 阿神陪着皇额娘朝金基辅 不寂寞 皇后做到你这个份上 也真是可怜 不过 自古 哪个皇后不是熬着的 也只有 孝贤皇后有福走得早 让皇帝惦记了那么些年 是啊 生与死 倒不知哪一个 才算是福气了 暂且忍忍吧 皇帝这脾气 由言不尽 皇额娘 既然令妃生了十六阿阁 过几只又是腊八 儿身想在宫里 给底下人分切腊八粥 以示恩典 宫外的州长也做些布施 师父与民间 历来宫里也有分腊八粥的 只是太下贱的奴才们 受排挤拿不到罢了 既然要做 要不惜物理 让宫里人人都得恩典 儿臣明白 主儿 十六阿阁 已经被抱去寿匡宫了 您别难过 永延可以留下来 永泉为什么不可以 本宫以为皇后失宠至此 本宫生下的孩子们 总能留在自己身边吧 可没想到 还是不行 再怎么失重 她终将还是皇后 是本宫日子过得太得意了 忘了皇后还能彻丑本宫 就算她不能 还能挑唆太后 还不成 本宫得押回自己的孩子 竹儿 您别急 迟早都会回到您身边的 怎么这么慢呀 Mole 这还挺长的 真是 皇城乘恩 今儿个是腊班杰 今年的辣瓣粥啊 用的可都是好料 不比各工的主们喝得逊色 便宜咱们这些奴才了 谢皇上 谢皇上 谢皇上安典 起马去了 和弟兄们打猎去了 猎了一只红狐 留着给你做护手 这福尽和侧福尽都没有 就留给妾身 是不是太偏心了 你最贴心呀 这大冬天的出一身汗 水已经备好了 快洗洗歇吧 贴心 这水怎么是 自从上回木兰围场回来以后 你这腿上的病都发作多少次了 不能再洗冷水了 不要紧的 我从小洗冷水习惯了 热水不舒服 还是换冷的吧 你说你老是这么不当回事 切身得多伤心啊 怎么了 又疼了 实在不行 你就叫姜太医来请卖看看吧 没关系 我没事 别担心我 云角能活到现在 都是因为贝勒爷 对不住贝勒爷 没能照顾好您 云角 你在说什么呢 这些年 你服侍我服侍得最好 只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孩子 总是遗憾 我总在想 若是我们能有个孩子 那就再也好不过了 是啊 若是有个孩子 便再好不过了 怎么了 这些年 总见你有时候不大舒服 没事 妇人之症 不值得贝勒爷过问 妾身给您换水去了 他这么说 你怎么会被吓了 算我 对来 你什么事 你不能过来 我不是还要 是想的 他今天 你不过他们 就是不认人 我 你 过来 你不过 任命 皇上对五阿哥 真是越来越重视了 前不久还奉了荣郡王 皇上是器重五阿哥 不过咱们已经留着一个云角了 倒也不怕 不过主 您可想好 五阿哥万一有事 皇后还有一个亲生的十二阿哥呢 若真没人选的时候 皇上会先考虑十二阿哥的 本宫对付一个五阿哥已经费尽心思 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付十二阿哥 本宫自问啊 没这个本事 母以子归 子以母归 皇后倒了 十二阿哥自然成不了太子 最好啊 还是这个亲生儿子 置他额娘于死地 才能泄了本宫这心头之恨呢 令主 咱们已经拖了凌云彻下水 却没能将皇后拖至死地 万一哪日皇上对皇后有所缓和 皇后缓过劲来反噬 您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不说 您与几位阿哥公主的平安也是难保啊 你想说什么 若凌云彻已然成为皇上对皇后最大的心结 不如我们用他再推一把皇上 让皇后彻底失去皇上的联系 你什么意思 凌云彻留不得 凌云彻不能就这么死了 奴才只是这么一说 你舍不得就算了 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 本宫是说 如果他必须死 就要死的对咱们更有利益一些 奴才就是这个意思 时候不早了 奴才先回去了 春禅呢 怎么没见他在宫里头伺候 春禅姑母死了 本宫放他出去料理后事了 奴才先行告退 竹儿 回来了 奴婢给主请安 起来吧 后事都料理完了 也别伤心了 人都走了 奴婢回去后才知道 原来姑姑是探食了有毒的野煦 才会死的 这京城已入冬 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子叶煦是南越来的货子 味道极鲜 却不宜多食 但姑姑贪嘴多食了些 结果眼见迷幻之下 不慎跌入湖中淹死了 真是无其不有啊 这东西害死人 那卖迅姑的可下大狱了 那当然了 她还敢喊冤 说自己并不知道野煦有毒 卖这种害人的东西 连人带货都进了大牢了 这样 春柴 你再去一趟 就说 要留下害死你姑母的物证 快去 是 十二阿哥 您多吃点 用完了午膳 您还得写一个时辰的字 奴才才能送您回宫 我记得 我娘这时候常去花园闪花 不如咱们拐个弯去 我想见见额娘 陪她赏会花 奴才知道您牵过皇后娘娘 说来多怪那小林子 要不是她犯事 皇后娘娘怎么会被牵连 害得您母子不能团聚 别提小林子 我不喜欢她 是 奴才吃醉了 奴才听说那些流言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 还有人说 皇后娘娘和小林子 你胡说 我才不相信 你也不许胡说 是 奴才剁嘴了 奴才知罪 奴才知罪 十二阿哥 今儿的菜还合您的口味吗 您多吃这个 这个香薰肉片 是特意为您准备的 鲜甜可口 是您喜欢的口味 怎么样 是不错吧 这个季节啊 要得些香炫可不易 都是南边来的稀罕物 随时干货 发开了炒菜 一样的美味 您多吃两口 吃 再来点 这几天风沙大 浴花园里又多了些落叶 这门擦完了 赶紧去打扫干净 免得脏了主子们的鞋底 是 对了 那几株梅树底下得格外干净 这梅花僵开 主子们要来赏梅的 干吧 来 从前 都是别人折了娘娘喜欢的梅花 送到宫里去 自打去年离冬 娘娘倒喜欢自己到这浴花园里面 折梅花送至亲宫 出来走走心里也舒服些 娘娘最喜梅花 出来赏梅散心也好 总比门在宫里强 是啊 与其为乌颜卓雨所烦扰 不如与天地间亲戚相伴 不是有句话说 梅为天下春吗 娘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前头就到玉花园门口了 这个时候皇后娘娘必定在了 嗯 我自己去找我娘 你在门口守着 等我出来 喳 不过十二阿哥 听说小林子受到责罚后 在玉花园里打扫 你怎么又提她 不是说了不喜欢再听见她了吗 是是是 奴才师说万一遇到小林子 或者听到什么闲话 你也不要理会她 知道了 娘娘小心脚下 看着这枚花一年一年的开 哎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林云彻 林云彻 我才给皇后娘娘情爱 快起来 是 一切可都好啊 多谢娘娘牵挂 好 一切都好 那天奴才匆匆被调离一棍宫 已没来得及向娘娘磕头自行 这现如今看见娘娘一切安好 奴才安心了 林云彻 我一直想要跟你说的事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你 让你受苦了 不苦不苦 奴才一点都不苦 奴才只是希望 娘娘将来的日子啊 可以平安顺遂 你我都要平安才好 是 是 和皇后娘娘折眉花 折之轻功 今天 能否让奴才 再为您折一枝梅花相送 好 多谢皇后娘娘 奴才 听说那些流言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 那些流言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 奴才才听出那清晰的清晰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 那些流言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 奴才才听出那些清晰 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 娘娘 怒才勾退 你保重啊 dro 是啊 是啊 好 皇上 臣妾陪您去延禧宫 顺便看看于妃姐姐缺什么 毕竟十二阿哥也住那儿 还是你细心 于妃姐姐是个省事的 又 永基 为何在宫中乱跑 成何体统 十二阿哥 皇上 皇上 您别跑了 十二阿哥 皇上 十二阿哥 仿佛受到惊吓 眼睛都直了 奴才请皇上啊 请令妃啊 小栗子 你是跟着十二阿哥的 出什么事了 奴才 奴才也不知道 十二阿哥本来要去玉花园摘枣梅 谁知才进去就吓得大叫起来 说皇后娘娘和小林子抱在一起 然后就发了狂誓地跑 放肆 胡说什么呢 奴才不敢 好 我 如极 你看到了什么 不会的 十二阿哥 你很要想清楚再说呀 我娘 我娘 小林子 不会的 皇上 要不要传皇后娘娘问个清楚